批曲过嘛,但我想说我还是快速的间接一下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目前是全台湾最大的国际交流资讯的平台嘛 那目前其实就有各类的相关的国际交流资讯 那我们其实目前的服务器就是收集这些资讯 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再透过我们在校园里面的校园大师 推到学校去 现在第六届了 对对对对 那目的其实就会是希望说大家可能 就不管说是台北或是全台湾所有的这些大学的伙伴 他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整合下来讯息 然后可能可以透过这些 契机然后能到海外去做一些尝试或练习或探索 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到海外工作 因为工作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嘛 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是 是想要去尝试看看 那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平台可能就是 第一个部分就是提供资讯者和这个服务 然后甚至他本身是有完全参与的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会有个媒体嘛 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微型的企划去做一些采访 也包括说就上次有提到我们其实在 每个月会邀请在不同国家工作的一些台湾的 台湾的年纪的伙伴过来分享 上次有提到说有在非洲的国家 有人的地方就有台湾年纪的伙伴 那我们也去做采访 那疫情前是直接会要跟他们回来 会提前半年去 那疫情后就可能会有一些缘断的部分 那最后其实我们的平台其实是 就是可以做一些媒合的部分 可以在后台里面收预理 那目前其实大概的 预理大概也有将近快一万份 那所以其实本身上来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流量的 就是我说流量是在于说 因为我们平台其实你是不用注册的 然后也没有广告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开放的给所有的使用者 所以它是有些流量的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数据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反而是在 到底要怎么永续 因为当时会做这个服务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它比较像是一个separagraph 因为我当时认为台湾年纪的伙伴是优秀的嘛 那其实但你要把它放到对的地方 那这中间可能它需要一些 一些探索或者佳节 那我们就期许我们自己能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其实从17到19的时候 其实也是比如说都比较像做个人的一个投赋 这样子大概也投入100多万 对但是 我后来发现说到19年发现这件事情它这样下去它做不久 因为它没有商业模式 因为我们在19年前是其实是比较 没有去设想这个部分的 有一个社群不是吗 你们的大使也好 或者是分享过的人 他们不会愿意说大家有点像就是志工嘛 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大家就一起把它营运下去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有找到一个模式就是因为早期最大的那个就是 消耗是在我们把资讯 因为当时候就是想要建立一个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学习经验会觉得也很多人他看到 外文的网站或英文网站他就 清净程度没有那么高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 早期我们的实义生其实我们有找实义生嘛其实大家的那个经历都会放在来 去做这件事情 找资讯跟翻译资讯 对对对对 那后来我们其实这件事情其实 有了社会大师 社会大师来协助我们 那所以这件事情目前已经有一个循环了但是事实上其实要 要来就是 也不是说管理要来协助这些大师的运作这件事情 就是就是我们把它找回来之后然后翻译 然后确认讯息的 然后上架到我们的官网 然后然后再到 Facebook 然后还有IG上面去推广 或是透过这些讯息把他推到校园里面去 那甚至他其实中间会有一个 一个积分的机制 这个积分其实是我们当时的设计就是 所以就是比较积极的校园大师 我们会提供他 一名直到海外的机会 然后第23名我们会帮他找一些实习的机会 然后我们会帮他写一个推荐函 或者说不用会玩玩 有他的portfolio 对我们有有建构的模式是 因为我们 应该说我们在 做这件事情的逻辑是他是希望他是一个社群 然后是一个 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个scanite的校园社群 但他们基本上的任期 每一位校园的任期就是半年完之后 他就会进入我们校园 但他在这中间半年会协助我们 但这件事情他本身 呃 我们有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完全自控化 但是有点难 所以其实 当然呢 通常就是跳call center 就是比较 呃有那种持续为人成本的 那个也许可以自控化 但如果是研发什么就没那么容易 对 那 所以 所以我们 但我们当然也找到一个模式是 我们现在其实在协助我们校园大师的运转 其实是我们的实习生 就我们有个模式的老实习生就协助我们 就是先带大师 对对对对 但是 那光这一块其实是在 一七到一八的时候 其实那一块的成本 就是一个月大概要三万多块 大概一年大概要将近四十多 嗯 对啊 所以其实 就是 所以其实 应该说我们19年就在想说 那你如果至少要维持这个运作的话 至少实习生他有牢记法的那个实习要付接 那那那那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19年就开始在关注问题 所以我们19年之后其实 呃就是做了一些尝试 就是因为我们大概有一些后台数据我们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可能大家对于哪些活动的感兴趣或对哪些国家的感兴趣 所以我们开始做了去日本的计划 可能跟 像东大拉早天 那或者是说跟一些大企业 或者跟在地的一些台湾人 比如像 Work live in japan 那或者是说可能去做一些企业兼学 就开始会做一些产品出来 那勉勉强强可能就是 还是有一些收入 开始 是有 比较打平的状态 那那那但是因为去年有遇到疫情 所以其实就 就 就是全部都 重来 那我们去年其实的 的逻辑是说 应该说我们其实 做Skylid 原本的设想也就会是希望说 能协助这群年轻的伙伴 然后有一天 到海外发展 那天还是会有机会回来 会给 就接放给下一帮人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想做一些在地化的一些事务 所以 19年我们就做另外一个品牌叫 低频线 Rizen 就是在做一些青年产业或质押有关的活动 那那我们去年其实就办了50多档的新加活动 我记得了 下次聘企要听 对对对 然后也做了 一些产业的人产预产计划 仿制跟电商 然后 去年 还帮了 Bursa家电商做 实习生的美科 然后他有做了一个叫 飞行导师的部分 那就是找 我们不觉得讲在海外的 然后为期三个月的一个 coach的一个计划 这样 就去年我们把想做的都做了 因为其实也 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 的的的 的的的 实体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 现在的 的的的 的的 需求 或是在 或是在目前的场市 或者是应该是说 还是想要找到我们的 的核心的的 那个价值是什么 因为 呃就是 现在在做这种 自制性的产品 一方面是因为 其实 我觉得新的世代 他的 学习资源太多了 那 所以他其实 对于这种 单纯的体验式的 分享的 的内容 他其实是 还是有他的一个 瓶颈的 那所以我觉得 就 我跟几个在做自制 产品的人聊 所以回到最后 就是可能 一个评估点是 你要找到能 解决方案 就是要协助他进入下一段的 不然其实如果单纯是 因为我们包括一个好好的在聊 好好的玩课率很低 所以大家 那所以现在其实 我们现在 股片感受到 现在的 比如说可能是 我们做到的人 以后他 不太可能 那个冲动性的消费 去买现场课程 又会 比例会降下来 主要是因为 一开始比新鲜嘛 对对对 那现在那么新鲜感 好像已经过去了 对然后大家也都意识到 自己不可能玩课 所以就不会冲动消费了 其实就有点像是群母 就是团购的 或者是社会公益的 对 现在他已经很知道 自己要什么 不会因为看到一个文案 他忽然间就 一时冲动 就有点像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说 那到底 如果我们希望能 盲勇去走的话 那有哪些 事情可以做 哪些产品是有机会做 差异化的 那一个思路其实是 是就是我们可能要 要提供的解决方法 比如说可能是做一些 国内的实习媒合 或海外的实习媒合 所以包括我们其实现在 因为我们去年有做了海外大使 是把海外的这些学生 然后 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大使 是把海外的咨询翻译成中文 推到台湾 海外大使把台湾的咨询翻译成英文 推到海外他们的社群 那我们 今年 就稍微献出的目标 目前的海外大使是协助我们 在采访社企 把他们的介绍 那个 除了把他们的介绍翻译成英文之外 会设定去采访他们 那可能也会有些影像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 类似一个计划 做个部落 这样很好 对对对 然后最初期我们会设定 是一些跟SDGs有关的 因为他可能比较有机会做国际建议 或是海外的 的团队想要找台湾团队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东西是可以 而且海外的很多优企高教的 现在也都是用这个当作互相 交换的 目的 就是他有一个capstone 他想要来参访 再解决类似问题的 而不是只是学类似选科的 对对对 但是那回头最后就是 这件事情我们做了蛮开心的 然后其实也 也 目前还在推 就在摸索但是回到最后他还是 就是一个非盈利的经贵 对啊所以其实 就 就是 包括那个 跟高级的东西 就像我请教证伟就是说 那对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 就因为 我观察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使用者 是喜欢我们的 但是他也没有非得用不可的 主要社群当然 像TEDX 有些非去讲不可 对对 或是非去参加不可 对但是他还是会变成有凝聚力 我觉得还是那个乐趣 他们不是按照责任 按照责任没有人要做 对但 但TEDX 他当然就是说 如果不谈全球TEDX的设定好了 但是台北的确当时 当时是以策展这个逻辑 就是找到了他的一个模式 对对对 那但是其实我们就在想说到底 我们这种提供资讯的平台 嗯 因为一方面就我们的体验他可能 是 比较 比较不容易付费的 因为他们就已经学生嘛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硕士上 其实他们也没有非得要 看我们的资讯不可 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评估 所以到底我们提供这个服务是不是一个 需要的 那 那或者说他有某程度上的需要 那他有可能是 可能可以透过什么样的形式 是让他勇趣的吗 比如说可能是 跟一些企业合作 有一些CSR的专案 那或者说有 有没有一些公共门的 合作 对 一般媒体就是 一边订阅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你刚刚讲 CSR或公共门合作 基本上稍微大一点点的 尤其是 Niche形态的媒体 大概都想知识型的媒体 大概都是这样子 那 因为他是有一个订阅的 base 所以他可以 afford说有些业主他不喜欢 他就不要接那些案子 反过来讲他如果完全没有接 就是 一页结合或合作的话 那他其实他的内容也就会变得有一点 就是有限 因为就变成是 你自己这边 采访的人知道什么才会报什么 对所以就是说 两边维持一个平衡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但 听起来你们订阅这一遍 还不一定起得来 对 其实我们之前有想要往 这方面探索 或做位置 对 但老实说 其实 就我们自己的观察来说的话 可能有机会 但是 就是如果 应该说他会有个 最佳的model 但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人数的话 这个反而对我们来讲反而是 一个负担 因为你 你承诺你要提 你要说出 有全年度你要说的什么东西 但你如果人数不到的话 但是我们说出的东西 你是不能在别的情况下 对 但我觉得如果现在有个实体的人 他真的实体的出国了 不管实习还是交换 他只要愿意稍微分享一些content 对 那其实他很自然就会变成 你这边的content 现在我听起来主要的原因 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本来很自然的那个 content的来源 你们不见了嘛 因为本来他可以人回来分享 你回来分享当然只有content 而且会有他的社群 对 这是一个 但是应该说就是 光这样其实是 还是支持不了整个组织的运作 了解了解 就是说对这个的 可能可以定价 当然因为他 不管去找别的 来源 他可能也要付一些费用 但那个margin 并没有达到 你可以来支持 全部的运作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 所以就刚刚 其实主要就是想 清掉政府的部分 是一个部分 就想调整 就 就 你比较熟悉嘛 是是是 政府团队有哪些资源 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去做 做联系 因为过去其实 的几年没有 没有往这块走 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当初 想觉得这件事 它应该 是要 是要 可能 市场化的 我说市场化是说 中共从19年开始 就在想说 那一段到来 去找政府的专业 但政府的专业这件事情 一方面我们没有好的连结 就可能跟政府专业的 连结 不够 那方面其实事实上就是 也很担心说 比如说你 以暗养人 这个模式 它其实最后不会 就如果你靠 補助的话 他这个 两年过了 三年过了 就没了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一开始就是在想 所以我们做海外的计划 然后是不是 但现在也 遇到疫情 所以也在想说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可能 就是说 就是所以反而 我们现在在想说 有没有跟政府 可能跟企业 或跟政府 这边能有一些 像我想到的订阅 像那个 敏迪玄独 现在已经有1700人 每个月有1700万 对对对 但那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的那个 寒假权现在变得很高 因为无论如何 他就是有 这么多人在这边 对 那这样 听起来 其实你们的人数 就接触到的人数 并不一定压于他 只是说 你的这个conversion 能不能说服他们 变成会员的这个梗 一下子没有找到而已 对对 这个是一个 部分 然后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就是 也在想说 还有没有其他的 因为用会员这个方案 其实我们 现在的 的想法是 有一种做法是 因为现在 也就 对我您所说 可能会有些 外部单位委托我们 比如像是 有些在做 东南亚的一些文化推讨机构 也会委托我们 那所以 我们现在的逻辑是说就是 就整合一些内容 然后变成说就是 可能是可以打包成一个方案 然后提供我们的 使用者 那 那这是一个 但 另外想请教 然后我们就主要说 就你觉得 那我们有可能跟这么多人这边 是有哪些资源 或者是那些可能互动 政府 因为我们社创能够有的资源 其实蛮多的 而且每个部会都有 十几个部会 对 那我们大概都已经放在 社会创新平台上面 就按照资源那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概分成两类 一类是说 政府本来就得做一些事情 那他再找伙伴 把它做得更好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是说 政府本来没有想过 不可以这样子做的 那有一个新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就比较可以失败 对不对 就可以有点比较像讲住 就比较不像补助的 前面那个是补助的状态 对 那 讲住的状态是比较自由嘛 因为 他的目的是要你做出一些 别人没有做出来 度过的东西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 那如果你之前的这些梗 比较没有那么 新颖 就是你在做一个 就是 well proven 的一个方法的话 那就比较不容易 拉到这部分 就是创新相关的 那可能很多NPO其实 呃 光是拿补助 其实也过得蛮不错的 嗯 对 你知道我意思 是 所以这其实有点看你的兴趣 嗯 就你一开始是side project 所以当然没有 呃 什么说 好像飞去变成补助 或者飞去创新获奖 对对对 对 但是 呃 这个就看说 你或者你的团队 投入在这边 你的目的是说 呃 要支持一些新的东西 嗯 还是说 哎 觉得没有这个社群 我们对这个社群负责 那这个社群能够好好的 稳定的经营就好 也没有要 呃 什么这个 这个 呃 Angel Aron 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两套不同的逻辑 对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听你的 说明感觉上好像有点还在 慢慢走转 还在找方向的那个感觉 好像没有说很commit说 呃 一定要快速成长 或者是一定要 呃 细水唱 对对对这样 呃 其实其实 其实应该说 今年也比较有趣 今年其实有一个机构 其实是 有 有希望能够 跟我们深入合作 甚至有 有小偷门 嗯 对 但 他本身其实是在做 就是类似海外的教育 所以他其实觉得说 我们的TA 就跟他的 满重 满重 所以他想要 他想要做社会 做社会性的方式 然后也有一个单位 他是在做 就是 区块人的应用的 然后他其实是想要 做一个模式 是协助一些 尽力是能被验证的 哦 法国的 法国的尽力验证 对对对 然后 然后再 再 再上联这样子 对 然后 也有提到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深度的互动 但是 目前也都还在 尽力的阶段 但是 目前 我们其实会在想 是说 那到底 Full Skyline的 核心价值 或独有性质的产品 可能会是 嗯 什么 然后这个东西 其实是能帮助 Skyline 就是 是比较市场化的 然后不管是 细水长流 或是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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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的理解是说 其实事实上 其实 越来越多 能想到海外去工作 那 但是这个其实 还是在 大部分年纪的 里面的 一个小比例而已 那 所以 你只单纯提供 资讯给他 他会不会买单 这件事情 我有看到你有推出一个 好像 不同的文化 是 对 我有去过大陆 蛮多 有去大陆 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就是 你用那个外交的 海外的方法 但是是去做 岛内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有 就是 这个给我们 有 这个主要是高解 这边在协助 但是 它的那个 就是 就是 回到 回到国律的逻辑 它的基本上 其实 的毛利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 就是 一共有 四个梯次 对不对 我们最后只找了一个梯次 是吗 嗯 只有只找了 所以第二梯也没有开 第二梯其实就是 就事实上 其实最后是 没有没有开成功这样子 所以 所以第一梯多少人 错了 应该说前面 在更早之前 有初一梯大概是12个人 然后后来第二梯大概是6个人 然后 其实主要是因为 现在Skylight的梯次大部分都是学生 对 然后 如果我们开在平日 备案初假的话 第一个时间就会是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价格 因为我们现在价格大概定在八千五到九千五左右 其实对于学生来讲 它就会是一个扛单 就是一个扛单 蛮大的扛单 对对对对 但事实上因为这个里面的八千多 其实因为回到 因为这是高杰强出的计划 我们主要的费用都还给到社区了 其实for 组织来讲可能就是几百块而已 为什么选达罗马克 因为我之前其实是在 以利伯基辅工作 对 然后那时候本来就有跟达罗马克接触 然后后来因为以利伯基辅他就专业协会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一些路径 然后 那我们跟社区的关系还是很好 然后因为我自己 一直都对于这种永续旅行的概念 或是跟志工 或是跟对几个方式很有兴趣 所以就 然后达罗马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社区 然后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变化 对对 因为我想到达罗马克确实就会想到以利 对对 因为他们做很多年了 对对对 对 好像到18年都还有做 其实到去年他们结束之前 对 然后后来 然后因为我自己跟社区一直有联系 所以就会觉得 其实这块没有继续做下去也蛮可惜 好像台东书屋那边也有 台东书屋的话 有很大部分人找之前有一批 但是书屋他其实会有 相对达罗马克我觉得他 更加稍微麻烦点 就是书屋他有他自己的运作的流程跟过程 所以接待志工或接待这种外部的客人 并不差就会主要业务 在恰难上便会比较需要配得他们 dan 如果他们没有专案的话就会比较困难 开始 嗯,因為這種形狀的東西我想,不管地方還是中央園民會啊,應該是有一些資源 他們是很願意推這個,尤其現在過濾是比較容易的情況 我是在想說如果不是9200元,如果是好比像說園民會出了一半,如果是4000塊,或者是3000多 我覺得對學生就會很有吸引力 對 這個其實是可以過去了解的 這個我們其實有在想說,針對暑假,然後我們沒有辦法就是結合一些,因為就是,的確有像清拔署上面有些案子 對,然後有辦法暑假去推給學生 青年署,園民會,甚至課委會等等,都有一些這方面的資源 然後我會覺得說,因為國外真的是比較不可控 因為其實不是看我們,是看他們 對 我今天剛剛採取打了疫苗,所以理論上我6月就可以出發了 可是我要去哪裡,對不對 主要還是要看對面的那個狀況 是 對 那但是,如果是園民會的,或者是課委或其他在地的,至少目前看起來,暑假成形是一定沒有問題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比較早的就開始來arrange這些東西 現在就是,就算我們說到Christmas的時候,感覺上哪個國家應該要怎麼樣 可是你也不知道它會10月,忽然病毒突變,然後就全部爆發 對不對 那麼,國際書展就這樣兩次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是台灣本地那種超大型的聚會都還是不一定那麼可怕 但是像你們這樣子,就是一次最多就最多上百人,通常幾十人的這種活動的話 我覺得至少在台灣裡面規劃到今年年底都是很穩定的嘛,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具體建議還是覺得說,它的那個品牌我覺得還是要放在說 這群人覺得在做的事情是 meaningful work,就是有意義的工作 那這個有意義的工作,你才能夠去說服其他的CSR或什麼說 這邊有一群很願意貢獻的人 那只要你的CSR的那個方向跟我們這群想要貢獻的人的方向一樣 那你這樣子的話,就可以一下子碰到conversion rate很高的一群人 就是大家都會願意實際來使你的這一套新的做法,新的產品,新的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用筆底去切,如果你完全是說做好事捐給我們一點錢等等 傳統協會的做法的話,那我覺得比較難達到你剛剛講的就是它完全永續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就是會今天會嘗試做一件事情,就是一個部分是在找自己的核心產品 那一個部分其實可能我們會有一個,因為去年我們做一個非心導師的部分 那我就想說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是跟大家的學習是綁在一起的 比如說可能我們還推可能講做工作坊,但如果大家對於這個講師認可的情況下 然後可能是會建一個模式是可能導入到那個,他的那個就是可能coaching的那個部分這樣子 然後可能會是有一個模式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其實是我們現在在申請台北市的那個就是 喔對啊,申請了怎麼樣 那個台北市的那個創新裕承 創新裕承 對,現在還在準備要統計 因為我們某種程度上其實應該是有某種類型的人才的育成的東西 對 雖然我們沒有自己的空間 但事實上我們的內容應該是夠多 因為我們去年做的那個產業人才育成是結合了 這樣做工作坊,企業餐訪,企業實作 然後最後還沒合了企業實習 那所以其實應該是某種類型的我們也算是一種解決方案吧 或是提供某些產業的人才家屬的部分 所以現在也在嘗試往這一塊去操作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 但就不知道就是到底這個環節能不能試過 所以這是我們的嘗試的 然後另外就是 親愛法案組長其實也有一些計畫是有人推薦我們去了解 比如像是最近的Let's Talk的部分 因為他其實會希望是能邀請三十個團隊 或四十個團隊的年輕人來討論公共事務 那去年有辦 然後好像發表也是在我們這邊發表 對對對 但其實這件事情就是剛剛好跟我們作為一個青年媒體的屬性 是有些相關 今年他們要討論另外的案子 大概不會是勞動跟貧香教育 他們好像是要討論的是那個心理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評估說 我們到底是不是 因為我們的確是能捲動青年 就是我們平台的TH 我們都年輕人 覺得我們的捲動青年 執行沒問題 但是就是好像 題目好像對不起來 你說心理之外還有一個居住正義不是嗎 對好像是 還有一個居住正義 但你的意思是說 他們已經確定說是心理的部分這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說我們現在評估要不要去投標案這樣子 但是這個標案的邏輯就比較像是 就是為了要拿標案去 就是為了要 這個就是我說的就是 就是前面的那個部分 就是一個選擇嘛 就是說它是補助情況 而不是投資情況 對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是那個每年 其實會有一個就是全球青年論壇 是在10月的 然後去年其實因為疫情辦得比較小眾 就是會邀請各國的青年 我知道了 我有去小眾的那個 對 所以其實也有一些朋友是建議我們 其實如果是以整個組織發展的屬性來講 應該是要去投那個會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今年是不是真的能夠弄到 這個很多國家好像也不容易吧 對啊 所以你要再投可能也是再往後一年 他們是說今天好像還是會辦 是嗎 但是好像4月11月 就是目前就是聽說的部分 那你又要備兩套備案 對不對 就先投那個Let's Talk 對對對 我會覺得說 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對你來講 他的營造社群的那個能量是足夠的 那就算先投一些案子也沒有關係 因為就算你明年拿不到了 那你營造社群已經在那邊 如果反過來是你本來可以去 把社群營造的那個人力增幅的那些人 拿來執行標案的是其實對社群的營造沒有幫助 那我覺得你就要多想一想 因為這個其實是有機會成本 如果機會成本 對 那你就算可以在標案裡面賺一些錢 也沒有很大 對 現在大家是勸說 因為這個人就是他就是 簡單來說要招募40個自行團隊 然後他們要再去招募30個青年 然後會討論議題 那他其實是比較 比較倦 我覺得我們有辦法全都 那他其實會蠻消耗主持的發展的 因為那個也是我讀到 對 所以我是不會特別說你一定要接或不要接 或者是說通常是如果你本身有些核心倡議 而你的那個倡議跟這次的題目心理健康或者是居住正義 比較有關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不會感覺消耗 因為只要來一個人你就是多一個職工 多一個夥伴 那如果你的核心倡議 因為我這樣 對不起我真的沒有聽到有什麼觀點 感覺起來 好像 嗯 對 就是硬要連當然都可以連得上 可是就是很拗 了解 所以你如果硬去執行的話 就要看說你會覺得說在這個上面你可以再加什麼訊息 因為其實我們 比如說我們在經營就是Skyline這幾年 這目前有1600多個海外機構 然後面其實有500多個海外機構 我們是有持續跟這個單位聯繫 對 所以其實反而是大家建議說其實要不要等一下 去等 那當然我們不代表你一定等得到或不要得到 但是感覺現在是那個 國際這個我們比較屬性會比較近一點 我會覺得國際的那個 尤其是如果他是線上線下hybrid 因為不可能全部都來 對 那你在準備的過程裡面跟你的社群的接觸比較多 而且不管是實體案 線上案 混合案什麼之類 也更能夠讓這些社群發現說 那即將要解封了 那在這加入這個社群對他接下來解封要去哪裡 有什麼好處之類 那但是前面的Let's Talk 也不會因為談一談就知道國外有什麼機會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我會覺得 Let's Talk 可能真的是你行有餘力在做會比較好 懂 那另外一個部分其實就是 還有在設想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青年的這種 人才育成的模組 那所以現在還有一個設想是說 是不能針對一些企業 他可能有就是在社群裡面要做股主品牌 嗯 或是說他也想要做一些育成的部分 對 那所以也在想說 然後也結合可能 高雅他們比較關注的這個永續這個議題 會跟一些綠能的企業 然後會提供他們 比如說幫我們建構一個社群大使 嗯 或是幫他們在社群裡面做一些推廣 或是協助他們一些年代去認識這個議題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想 但是就是Lava就是 就是服務的體驗是一樣 但是就是 因為回到最後可能就跟國際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會變成說是我們的專長 或者就是說跨文化 像你去部落 雖然不是國際 但是是跨文化 對 就是它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對 所以就除非是說 現在在台灣有某個文化 他已經達到精靈攤牌 我們去參訪 去看他們怎麼樣做永續 對不對 這樣說不定也Work 就是說 你去參訪某個新的Lifestyle 那這個Lifestyle 你去之後 受到啟發 受到啟發之後 回去你的很多生活習慣可以改變 之類 我覺得這個就Work 而且能夠就是提供這樣子的地方 很多也是某個大集團的某個示範案 某個一部分 其實之前循環經濟的時候 那種什麼全循環的園區啊 什麼之類也是那樣子的一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把它定位成 就是 只要是跨文化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跨國 然後跨原住民文化也是跨文化 你跨文化到 先搶先體驗未來 對不對 也是一種跨文化 但是你還是要保留那種 就是 讓人能夠跨文化溝通的那件事情 那不然的話 你就會變成跟一般的就是 青年活動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差別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正在說我們今年 再探索就是 就是有沒有可能把 就是人才的永續的這個成長這個理念 然後結合海外或結合國內 目前這些事情 然後有一個新的論述嗎 對 就是深度體驗 對 類似像PISA這樣子 就是一個需求的那個 就是一個意識的培養這樣子 對 但是就是 這樣聽起來比較靠譜的 其實就會比較 覺得做得比較好 有機會的 就是反而是還是要回到自己的 和詛咒 然後再提 因為 因為我如果是外部 要跟你合作的一個對象的話 我看中的是 你對你的社群的 凝聚力 就像你說的 他未必你一下子 能夠變成會員 但至少 你從 你的網站 你已經可以知道 他們感興趣的是什麼題目 對很多企業來講 或是大的組織來講 他要reach 到這些人的成本 其實蠻高的 但是經過你們 這個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尤其他一個call to action 的時候 這個call to action 當然 我們剛剛談的 不管是青年署 其實農委會也有 農村再生 文化部也有青年村落 都是類似的 就是透過既有的青年社群 那接下來 就是青年署也有 清句點 清句點是地方創生的一環 地方創生也是 你要2TG 也是需要跨文化溝通 對 所以說這個 如果是你們 在做的過程裡 做的這幾年 覺得還蠻開心的 的這一部分 就是各種不同背景 甚至不同文化的青年 透過這個社群 來彼此發洩 彼此交流 如果這個是你們覺得 感興趣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 放在這個上 就sustainable 對 那你如果忽然之間變成說 這個 專門辦 Let's talk 好像 哪裡 專門辦研討會 對 動 動 動 那你也有什麼想要 跟這位請教的 我比較好奇的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想法 是 這些青年在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會想要培養這些青年 那些青年在過程裡面 應該會需要一些 導師 所以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利用像這樣子 導師制度 去變成是 我們的其中一個核心產品 因為其實 而且 不過以我自己為意好了 可能我在求學到 就業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自己去摸索 那其實 當然會想問一些前輩 但是其實 那個就是要靠自己的人辦經營 那有些青年 他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有那種機會 去經營這樣的人辦 然後我們自己其實 手邊有聯繫非常多 無論是有海外經驗的 或者是有些 職場經驗的一些老師 那 透過這些老師 他可以譬如說 透過一島子兩三次的一些 對話 然後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收 可能像Coaching 對對對 這我覺得這樣是可行的 不過Coaching它的前提是說 我們要嘛 要面對面嘛 反正你對什麼東西 我先認識你 要嘛就是說 即使是透過video 也要很intensive 就是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雙方知道彼此要做什麼等等 那你們現在 你們的這些導師 是真的有給你們 這麼多的time commitment 我們去年 就是 有點像他要開堂課的感覺 而且還是研究所那種 master class 應該說其實我覺得 並不是所有的 有產業或是資格經驗的人 都適合做導師 他其實是虛 他是一個專業 對 然後所以去年我們 做了一個飛行導設計畫 其實就是那個邏輯 就是我們建構自己的一個 一個方法就是 第一個部分當然是 常常來的人 不見得一定要是否出國 他可能在職業上面 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所以像去年我們就有一個學員 他其實是19年拿了八個全世界的設計大獎 然後也出了一本書 然後先上課程 但他還對他之間很迷惘 但他最近又被法國要去駐村 然後 對啊 那所以當初我們就找了一位 可能之前在海外工作的夥伴 然後來陪他三個月 因為我們的設定方向是這樣 就是也是第一個部分 先請他設定他一年後 他想要做到什麼 然後這中間往回推到第一個三個月 他應該要做什麼 那我們就找一個導師 然後陪他走這三個月 因為我們的設想還是覺得 其實台灣年輕人是優秀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他其實只是在於 他不夠的執行 不過他不知道那個終點在哪裡 他不敢往前走 因為他會有太多機會成分 所以其實不是真正意義上面的導師開課 而是其實你們是類似 他的真正意義上的課程 是你們在幫他找老師 對對對 OK 這樣很問他 這樣聽起來很棒 對 但是就是 你們要花很多時間 對 要花很多時間 那應該說就是 但因為國內在想要太多的 就應該我們目前還有點是 國內有太多類似這樣的計畫 但因為他本身都是費用力的 對 所以其實他會有他的盲點 是在於說 你的組織的機構 你也不能太去要求導師 因為導師是公益來協助的 所以我們反而 所以要承受交通費這樣 對 所以我們反而是希望說 能有一個部分 其實是 能讓導師他的出席 是有意義的 然後也讓參與這號是比較有用心的 只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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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才有提到 就是我們可能會先從一些課程 或是工作坊開始 然後大家有來 認識導師之後 然後可能他可以評估說他不要繼續在網上 對 所以說這部分是幾乎免費 或至少加成本提廉 對 他真的要進去玩玩的時候 是那個再貴 對對對 這個OK啊 我覺得那個就是看品牌的號召裡 你們也已經這麼多接了 至少品牌比其他人來講 大家有聽過 對 我覺得這個蠻OK的 我也覺得說 未來如果你的社群 可以更多幫你吸收一些 分案的成本的話 因為你現在這個做法 我聽起來不是非常scale 一下子如果來一千個人要這樣子念 那他們沒有辦法 對 所以就是說慢慢會變成一個alum 或者一個支持網絡 就是 就是靠這個網絡本身去分案去找到 是靠這個工作坊去找到 未來說不定有能力帶領的這些人 對 那一開始當然你帶著做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要比較快的交出去 不然他口罩也好 你就不用休息 而就爆肝了 懂 懂 對 所以最後你就是這樣 聽起來是 我覺得蠻成立的 我覺得蠻成立的 就是說 我本來聽到的是 以為是說 老師是上這個平台 嗯 但是這個就是 一開始那個人機的緊密的感覺 沒有那麼強 那這樣聽起來 你們是說一方面有工作 二方面你們有很細心的幫他 對 那這兩個都有的話 我覺得是很好的 只是你願意花多少時間而已 對 應該回到最後就是我剛剛提到 就是說 你要幫大家落地 或是說可能 要讓大家往下來就算走 其實可能 真的是 可能是需要一點時間陪伴 對 那中間我們可能也會慢慢去 去磨一些方法論這樣子 對 但是就是 就是 就是 因為 因為比如說像是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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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多類似的部分 那所以 其實也會有自己 比較 不確定的環節 所以才想說 聽一下 我是覺得 你的名字 取得蠻好的 對 感覺就是 飛機要起飛 或者是從 高處浮視天際線 等等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那個意向 我覺得是 要保留著 就是讓人還是有一種 可以認識自己 從來不知道的地方 等等的那種感覺 對 那如果有這個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品牌 價值 至少我聽起來 就是很完整 對 那如果是 那這個時候 如果品牌價值完整 你多試幾個 那完全沒有問題 對 但如果是說 大使本身都有一點 就是鬆動 那這樣的話 對於其實 新找你的人來講 他的溝通成本 會變很好 對 因為他不確定你明年 還是不是要想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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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這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我們想要 找我們的海外大使 然後來採訪 就是國內的社企 然後不只是 把它的簡介翻譯 而是說真的是 做一次採訪 然後 然後其實有幾個設想 然後如果 他們願意的話 我們會留一些影像紀錄 就是他 比如說想要找海外 也是醫生 然後我們就是 透過這次的發呼 就順序幫他找 非常棒 所以其實 但是 最後你覺得像這樣的 一個計畫 他其實是有可能 有找到一些支持的嗎 可能啊 當然可能 我們本來 每一年 每一年要辦雅肯射雙高峰會的時候 就會去看 就是各地的 要做小旅行的 要去做什麼倡議的 等等的這一些 那 明年是 新芽嘛 台南新芽 對 所以也許問一下明年的主辦方 因為我們是全力支持 他絕對不主導 就每一年的主辦單位 第一年是設計流嘛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好比像說 喜漢爾 Impact Hub 現在是副全會 那明年是 新芽 每一年他們都會有不同的策展 那新芽 我的感覺是 她會離一方創生設造更近 對 那也就跟你們的方法 稍微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她不是只是認識 設計概念本身 而是說 讓人真的走進那個社區 而且參與那個社區的故事 等等 對 那這個感覺上 還在你們的範圍裡面 至少跟居住生一比的話 感覺還在那個體驗的範圍裡面 是 對 所以也許也可以跟新芽聯絡看看 看看他們對於明年五月的那個 有什麼想法 好 看說有沒有可以結合 對對對 那她那個其實也是邀請海外的團隊進來嗎 當然當然 而且明年是說是實體的 明年五月一定可以 等人進來了吧 等 等 等 好 那我們再想辦法 好 謝謝 謝謝